实验8 纯、权、铜的性质 实验原理 含有腔肌、OH肌的有机化合物,称为纯类 纯可分成一级、二级及三级纯 通式分别为RCH2OH、R1、R2、CHOH 其中R代表听基 本实验所用甲醇、乙醇及一柄醇皆属于一级醇 而二柄醇则属于二级醇 醇类具有分子间氢件 故低碳数的醇类在水中的溶解度极大 可与水任意比例互融 水溶液呈周性 另外 醇类可与金属钠反应生成醇钠 并产生氢气 此反应的活性顺序为 甲醇大于一级醇 大于二级醇 大于三级醇 二个酸钾与过猛酸钾为常见的强氧化剂 常温下两者皆可将一级醇氧化为全 如下列反应式所示 三级醇的还原力非常弱 其在常温下不会与强氧化剂发生反应 如下列反应式所示 在硫酸溶液中 橘色的二个酸钾 可被还原成绿色三价个离子 而紫色的过猛酸钾 可被还原成 激进于无色的淡粉红色二价猛离子 全类与同类均含有汤基 可合称为汤基化合物 汤基的碳连接至少一个氢原子者 称为全类 通式为RCHO 其中R为氢基或氢原子 全类与同类均为极性分子 故低碳数的全类与同类 在水中的溶解度也是很大 例如甲醛、乙醛与丙酮 皆可与水任意比例互融 水溶液呈中性 全类与同类不会与金属钾反应 但是因为全类久置于空气中 有些全类容易被氧气氧化成为有机酸类 若再与金属钾接触 会观察到产生氢气的剧烈反应 甚至着火 全类比纯类具有更高的还原力 因此 全类除了可与强氧化剂反应之外 也可以与氧化力较弱的氧化剂 如斐磷氏剂与多伦氏剂发生反应 产物可得到有机酸类 本实验所用的甲醛及丙醛氧化 可分别产生甲酸及丙酸 如反应式所示 同类的通式为 RE1、RE、COR2 其中 RE与R2为天机 同类不具有还原力 其在常温下 不会被强氧化剂所氧化 斐磷氏剂与多伦氏剂 均能将全类氧化成酸 两种反应均能产生沉淀 易于辨识 经常用作检验全类化合物的氏剂 同类不具有还原力 故不会和斐磷氏剂或多伦氏剂反应 另外 斐磷氏剂与多伦氏剂的氧化力不够强 故此两种氏剂 皆无法将纯类氧化 斐磷氏剂与多伦氏剂 检验全的反应 分别如下列两反应方程式所示 本实验选取纯、权、同类中 一些简单的化合物 进行各项性质的测试 学习定性有机分析技术 实验内容包括有机物的水溶性测试 及其云纳金属的反应性 令也以过猛酸钰、斐磷氏剂、二个酸钰及多伦氏剂 检测试 检测这些有机化合物的还原性质 实验尿钰、斐磷氏剂、一饼纳、一饼纳、二点七毫升 甲醛,0.2毫升 需确认为纯甲醛,否则有起火危险 丙醛,0.7毫升 丙铜,0.7毫升 丁铜,0.2毫升 钠,八小粒 过猛酸甲酸性试剂,1毫升 斐铃试剂,6毫升 二个酸甲,4毫升 5%烧酸银溶液,2毫升 氨水,6M,2毫升 浓硫酸,6毫升 冰块,供应全班使用,一些 浓硝酸,20毫升 实验器材 小饰管,6支 大饰管 搭配橡皮筛与玻璃导管,2套 加热板,1座 玻璃片,或白瓷点滴板,2片 烧杯,250毫升,1个 白纸,A4大小 白纸,A4大小,1张 试管架,1个 滴管,4支 镊子,1支 标签纸,数张 牙签,一些 塑胶盆,或大烧杯 全班至少一个 容量大于1.0公升 用于处理废弃的钠金属 实验步骤 本实验分四部分 A 纯,纯,铜的水溶性 与氧化力性质 进行下列检验的八种有机化合物 依序为 甲纯,乙纯,正丙纯,义丙纯 甲醛,丙醛,丙铜,及丁铜 皆以供用滴管 取用各项有机化合物 物混淆污染滴管 取两片干净的玻璃片 在每一片的四个分开位置上 分别滴上两滴水 对,对,对,对 接着依次在每个位置分别滴上两滴不同的有机化合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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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